在读大学是一门生意 根本不会提高人的收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是高校扩招的产物 高校扩招不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 提高学生收入 而是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 这个不是我说的 而是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汤敏说的 教育产业化这个词说白了就是卖学历 当然这个词不太好听 所以现在都叫高校扩招 高校扩招是在98年 97年左右提出实行的 当时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 国家出口后外商投资减少 需要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时任亚洲开发银行 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 就提出了高校扩招 没错 主导教育改革的人不是教育学家 而是经济学家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高校扩招 不会把教育放在首位来考虑 汤敏在采访中明确表示 高校扩招的目的之一 就是让人们把存在银行里的钱 拿出来花掉 也就是消费 当然另外一个目的他没说 就是延长教育时间 避免让18岁的年轻人成为社会盲流 危害社会秩序 从这两个目的看 高校扩招是成功的 先说消费 当时大学生物以稀为贵 靠着这一点的高校扩招的头几年 社会反响非常好 因为很多原来上不了大学的孩子 都凭借着扩招进入了大学 上大学的费用并不低 在006年的时候 供一个大学生的成本 每年在1万左右 当时城镇平均家庭 可支配年收入也就3万出头 从这点看 确实让人们把存在银行里的钱 拿出来花掉了 再说社会稳定 我们的社会秩序 实际上是在高校扩招之后 才开始好起来的 我的父亲之前是开大车的 在90年代 大车司机都会随身准备防身武器 甚至会自备检疫的枪支 路上即使撞死人也不敢停车 因为一旦停车 就会被人杀掉抢车 这是当时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 90年代的百宝山平远事件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 直到高校扩招 再加上03年加入WTO之后 我们成为世界工厂 大量的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 大家有活干了 有钱赚了 犯罪率才降了下来 听到这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提学生的能力 为什么不提就业 为什么不提提高收入呢 因为高校扩招本身就没有办法 兼顾学生的就业和收入 从02年开始 因为大学生功过一求 在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大学毕业生的收入 就已经开始在不断下降了 根据北大当年的调查 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 占40% 在广州 大学生的起薪在800左右 而在扩招前 大学生的工资还在3000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大业差的问题 实际上在2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为什么这两年才被重新提醒呢 因为这中间的20多年 高速发展 创造出了很多高清岗位 消化了原本多余的大学毕业生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学生质量一般 也能获取一份不错的工作 再加上房价上涨 只要早些年在城市买到房子 基本上都实现了阶级上升 所以不是读大学 让人们提高的收入 而是高收入岗位 提高了人们的收入 读书本身不会创造高收入岗位 只是当时因为人少 恰巧让学历变成了 分配社会资源的凭证 这是目前学历崇拜的起点 才有了学历等于能力 等于就业和高收入的等势 实际上这个等势 成立的前提 是经济可以一直高速发展 可以一直创造岗位 现在经济放缓 功过于求的问题再次出现 这个等势也就失效了 读书是为了赚钱 学费是投资 这是很多家长和学生默认的共识 但是这几年风向开始变了 开始强调读书是为了提升素质和能力 不单单是为了钱 但大部分人读书还是为了赚钱 学历崇拜的本质 就是对学历有幻想 仅靠一纸文凭就能赚到钱 所以才有很多客户咨询 要不要卖房 支持孩子去国外深造 他们是从务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一旦我从务实的角度和他们解释 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 以他们的家庭能力 为学历崇拜付费 一定是一个稳定的阶级下滑的方向